大爆發 厚生勞動省表示 去年的最後一週 已經有44.6萬人 因為感染流感就醫 截至今年第一週為止 累積感染人數 已經突破100萬人 其中大部分是A型流感 北海道地區的疫情最嚴重 同樣爆發流感的 還有美國 根據美國疾管中心統計 這個冬天有超過 730萬人感染流感 全國共有83,500人重病住院 雖然今年流感重病人數比較少 科學家人致力研究 更有效的疫苗 專家口中的大轉變 就是新的廣校型流感疫苗 打一次效力能持續好幾年 這個版本的疫苗 已經在歐洲做過大規模試驗 美國民眾最快渴望在2020年底 就能接種 打愛新聞黃靜廷編譯 而在美國 這就快要創下記錄了 美國聯邦政府關門 即將要破1996年的 21天最長停擺記錄 如果是錯誤了 是